2020年6月13日,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,在美国好几个周,新冠病毒新增病例一直呈上升趋势,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表示,随着今年夏天各周重新开放,确诊病例可能会上升。 但是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夫妻说,今年晚些时候第二波病毒其实是可以避免的。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,美国已经有超过200万人感染了新冠病毒,至少是16449人死亡。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周五发布的预测显示,到7月4日,死亡人数可能会升至13万人。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吉博士说,最近一届州的新冠病毒病例的增加可能不一定是第二次激增,这或许是因为检测数量增加,把之前确诊的人都查出来了,所以感觉新冠感染人数增加了。 福吉表示,可能不会像一些会生专家预测的那样,出现所谓的第二波新冠肺炎浪潮。 他说,秋剧出现所谓的一二次感染,是可以避免的,如果处理得到,就不会出现大规模感染。 他建议美国人遵循社会疏远的建议,在公共场合继续戴口罩,以及遵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指导方针。 美娃美娇,看看播报。 是 明رب 电话 直播报报。 字幕 azul 编程 欢迎 张 桐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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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 桐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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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 澎战 字幕 字幕 追纳 桐战 字幕 李先生 汇守 李先生 桐战